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可以来一份 就我们一起报报 少爹 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一心一意在追求一件事 就是燕尼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 就是燕尼的灵 在我们心中找到了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是 不是我们心里的降落 而是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宝座 恳求神真的你拥有我们 我们也完全永远 奥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朋友们你到这里来 你在期待什么 你在寻找什么 今天早上 短短的时间 我希望跟大家 来思考许多问题 许多人都说宗教不是好的 宗教都是好的都在做什么 劝了为善 我告诉你 基督教不在情为善 基督教完全不在情为善 基督教不是一个伦理的宗教 它跟伦理没有关系 基督教 我也不说基督教 我说基督的信仰 因为我们不在传教 外面的世界 各位呢 你是不是黄敬才牧师的 那个会友 就看你平常 对黄牧师 这个牧师所说的话 你会 你会把聆听 还是我在永福教会做礼拜 然后我们的牧师是黄牧师 但是我的教会 关我的神学 关我的对世界的理解 都是从外教派那里 我告诉你 你不是问 那很清楚 你 我牧师不是你们牧师 因为你的一切 都连结到别人那里去了 其他人都在说 我们要宣教宣教宣教 我告诉你 你要宣什么教 耶稣请问你 请你告诉我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耶稣在宣什么教 你请你告诉我 耶稣是哪一教 请你告诉我 耶稣是哪一教 耶稣在传哪一教 什么教派 什么教义 有吗 你能够找到什么 我告诉你 圣经子里 一直在传扬的 耶稣上帝的儿子 耶稣在传的时候 上帝的故乎上帝的义 耶稣要把一群罪人 告白自己 自己是不完整的人 这一群人 应接受上帝的爱跟救死的 耶稣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 祂要把祂的父变成我们的父 祂的神变成我们的神 这个叫做福音 因为上帝国见了 你们要悔改 信福音 所以耶稣你们有说 上帝国见了 你们要来跟从我 然后要来去宣教 所以请我们这一些朋友们 假如你真的有传道的热情的话 你要调整你的用词 你不是在宣教 不管其他的教会怎么说 你在跟着耶稣传耶稣所传的福音 你们要说阿们吗 阿们 我想我们在领受的是一个天国的福音 所谓的福音就是好消息 就是上帝爱你了 不管你是谁 上帝爱你了 然后祂把祂所造的这个美妙的世界赐给你 所以我们已经活在上帝的恩典中 一步一步我们要体会在很平凡的日子当中 我们在感受到上帝 我每一天每一次的呼吸 我都感受到这个就是你的恩典 这个就是你的爱 这个就是你的爱 然后你的你在我心目中的爱 然后让我能够传递给别人 因为这个世界上活在交易中 和安中的人 活在缺乏上帝的爱跟神的爱跟安全感 的人太多了 那我领受的人 不要把这个福音赶快转移给他 OK 今天我跟大家来释怀有福的人 什么叫做有福的人 有福 有福不错 那 昨天晚上我跟年轻人分享的是 你的一生当中你要常常释怀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是谁 你要常常问我是谁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我的一生当中我到底我几十年 到底我几十年我要什么 我要追求什么 我是谁 上帝啊我是谁 你照我一定有你的旨意 你的安排 上帝啊你把我放在这个世界上 上帝啊你把我放在这个家庭 上帝啊你把我放在这个社区 去这个工作位置上 你一定有你的旨意 到底我是谁 我能够做什么 我能够与人分享什么 然后我希望我的一生 我真的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 请问你的一生你是谁 这答案可能在你过去十年 跟现在你的答案不一样 可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你自己的答案也不一样 OK 我是谁 问我 What I want 我要的是什么 请把这个不断的放在你的祷告 跟你的生命的礼图当中 不断的问你自己 我告诉你 我要的就是上帝的国 我要的上帝的利益 我要的是在上帝的利益 我要的是在上帝面前 我跟上帝站在同一个线上 然后我希望能够成为他眼中 看为有福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门福的人 所以那问题是 在上帝眼中的福气从哪里去找 你们这样子 这个PPT看得懂吗 看得见吗 看得见吗 OK 当耶稣要出来传道的时候 传道 不是宣教 不是宣教 当耶稣要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马上遇到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魔鬼的试探 各位 注意这个试探 这个试探 所谓的试探 competition 它是要把你跟神的关系 要把你跟你生命的目标 一个非常高尚生命的目标 当你确立了之后 当你跟你的神建立关系的时候 魔鬼的工作就是要做什么 破坏你的关系 引诱 让你离开 让你离开你原来的立志 让你离开你跟神亲密的关系 让你离开你生命的目标的界限 OK 我告诉你 魔鬼的作用这个 就是只有这个 这么简单 它破坏你跟神的关系 让你得不到你想要的 你说我要在上帝面前 你成为一个闻福的人 那他 他会给你许多的福气 他会给你许多的好处 让你离开上帝眼中的福气 OK 发达 耶稣要出去传明 魔鬼出现了 你肚子饿不吃吗 这里不都是死口吗 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 注意哦 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 请问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 不是 那魔鬼的引用 假如你是 请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 假如是 耶稣基督他 手上 身上有这样的神能 他出于上帝的旨意 出于爱神爱人 他主动这样做 那他所做的是 合乎上帝旨意的工作 但是现在是处于撒旦的 撒旦 撒旦 对你有 假如你是 你就这样做吧 OK 那耶稣做不做 人活着不是看单靠食物 但是靠上帝国说出的一切话 魔鬼又把他引到 那个高山上 让他看到世界的荣华富贵 各位 你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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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底下所有这些荣华富贵 都是你的 只要你向我成本 各位 你我谁不要 世上的荣华富贵 大家都喜欢 我告诉你 所有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要写现章 世章 什么章 很多的都去求神 拜佛去算命 是的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他们的方式 许多要开工了就要拜拜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方式 你可以得到这个世界上许多的祝福 但是这个都不是上帝要你做的 这个也不是你成为上帝子民应该做的 荣华富贵 是的 因为我们都想要 因为 就因为这样我的爸爸给我请教 大家都很想 现在问题这个 要把这个放在上帝的面前 要把这个放在上帝的面前 不顾他的旨意吗 不 我的心 我的脚 单单只像我的父母 照顾者跪拜 不像这个世界其他的力量臣服 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引诱 要把你 要把年轻人们 要把中年人们 引诱离开上帝的家 因为外面有太多太多我们人类在追求的 我要更好的房子 我要更好的车子 我要一间换一间 那我告诉你 当我们在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的时候 多少人真的就离开了 就离开了 当他到了老年的时候 他有了许多的房子 他有许多的财富 但是他已经失去了信仰 这个叫做魔鬼的引诱 人生你要成为一个门府的人 在上帝面前 什么是一个门府的人 现在很多人 在追求信仰的 所谓的复兴 那个复兴都用人头来算 我告诉你 在这里就有了 耶稣2000年前所遇到的就这样 魔鬼把他带到圣殿最高的地方 你从这里跳下去 跳下去的时候 上帝不会让你 就在那里出事的 你的头不会撞到地 快到的时候 就天使出来把你给拱住了 你看一路三人从世界各地 有多少人来敬拜 看到你竟然从这里跳下去 又不会摔死 天使又把你拱住 哎呀 你知道耶稣啊 你的信仰一下子 撒那之间 你有多少人会跟从你 会敬拜你 耶稣说撒旦回去 各位 要很小心 当耶稣 当你在阅读耶和福音的时候 耶稣所行的 许多的神迹奇事 圣经说 当这许多的人来 为了要看耶稣 要看耶稣行神迹 那么多人跟随他 圣经说一句话 耶稣信不信任这一群 因为是看神迹来跟随他的人 耶稣对他们一点都不信任 因为他们所追寻的宗教的现象 他们在看的只是一个宗教的外地 他们的心 他们的生命 跟神是远迪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当我们来到圣经面前的时候 要很谨慎 请你们 请你们无论如何 OK 给大家一个考试 每一个自称为 我是教会的传道 我是教会牧师 站在台上 他所讲的话 你们要完全的信徒 还是你们要检验 检验 小心这一件事情 任何人站到台上来 拿着麦克风 他的每一句话 你们都要检验 他不可以随便拿着圣经 就要求台下的完全信服他的话 因为我的话就是圣经的话 因为我的话就是上帝 要我告诉你们的话 你们都要检验他 我这样子说 我这样子说 请问你们会说阿面还是怪怪的 在你们面前有太多太多的宗教 在你们面前有太多太多的大师 感谢师父 赞叹师父 这个世界一群人骗一个人叫做诈骗鸡丸 这个世界一个人骗党的众人 这个叫做大师 你知道吗 他把你的钱 他把人口通通通招去来了 他把所有的人都感动的 他都把自己的钱 通通压上去给他 这个叫做大师 但是在上帝面前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没有人可以取代上帝 我们只是很卑微的 把我们得到的生命的好处 这样的人 赶快去找到一个 有这样需要的人 注意哈 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 福音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 只有谁你能够影响他 他觉得我需要 你能够帮帮我吗 当你听到一个人在流泪 当他真的他的生命 陷入茫然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时刻 是你开始要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才能够圈卑 他才能够 他才能够安静下来 很谦卑的想要从你身上 分享到一些 为什么我们 你跟我们的环境差不多 但是你为什么会喜乐 你为什么 我的那么有盼望 我为什么 我走不出我的困境 这个时候是你开始 传福音 分享生命的时候 当一个人自觉他很好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跟上帝是隔绝的 因为我什么事情都很好 我比你更低 我比你赚的钱都高 你要把基督教传给我 你在开什么玩笑 所以小心 所以小心 让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很清神 很清神 因为你所传的对象 都是因为他自觉 他是一个有罪人 自觉我 对我的生命状态不满意的人 但是我要追求更好 A better future 那个我要从哪里去得到 但是我从你基督主身上 我看到了 我想要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你分享福音的好处的时候 所以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给予者 假如你要传福音 请你无论如何也要成为仆人 你是分享 你要给更多的爱跟福 现在许多人在传福音的过程 他的位置都站得很高 他好像是一个圣人 然后我们好像都变了 我们的过去我们的一生都被贬了一无四处 然后不 在他的身上还有许多过去上帝给他的东西 他只是作为一个转化 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非常好的一个 OK 我是谁 不断的思考我是谁 这是一个生命的起点 就从这里开始 所以有人他在接触上帝的时候他是五十岁 有人接触上帝的时候他是十五岁 有人接触上帝的时候他是七十五岁 所以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层你进来的时候 我是谁 就从那里开始问 上帝啊 我的生命从你而来 到底我在你面前 你要让我请你示给我自由看见我自己 我是什么 我的日子结合上帝啊 然后我一生要从这里 我要走到哪里去 何去何从 然后我就开始在调整自己跟上帝的这个对焦 然后生命的起 这一条路 生命的信仰的理程就从这里开始 就从这里开始 OK 所以耶稣说 时间成熟了 上帝的国快实现了 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 注意哦 我是信教啊 信什么 福音 福音 所谓的福音 真正的福音就是上帝爱你 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 试给你做你最好的朋友了 你的一生当中 你有时候你活在黑暗当中 一直走不出来的困境 耶稣就是你的光 祂就是你这一条路 祂在引导你走向上帝的路 祂是这一个门 你走进祂 然后耶稣使父不是那个目的地哦 耶稣是门哦 耶稣不是路我 耶稣是路我不是目的地哦 目的地 是哪里 上帝 所以他一直要把我们引到 是耶稣的角色跟定位 祂是上帝的 上帝国度的迷赛 祂是上帝的独生爱子 跟随祂的人有福了 我们今天在释法的制度 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这个也有一个人 也就是说你们当悔改 上帝的国进了你们要悔改 的意思是任何一个人 当你发觉你开始需要这个上帝的时候 开始做定位 那这个悔改就是 不管你过去的人生怎么 在追求什么 从现在开始回心转意吧 悔改就是回心转意吧 回到这个定位上 然后重新跟 回到你跟上帝的关系上 所以福音就是要把你带回到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如何重新 重新回到这一条 耶稣基督的 充满新生命的道路上来 我们开始在那里奔跑 OK 所以耶稣说 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使命 不是好多少阵兆 不是找到什么有钱的工作 是的 这个都很重要 我告诉你 这个都很重要 我们在辅导年轻人 一定要辅导他 你要有一个专业 因为专业是你跟世人 对流交换的一个平台 一个机会 你去服侍 去服务别人 也这个专业表示 你这个生命是一个有质感的人 因为你是一个在人的面前 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所以专业很重要 但是专业 我们说上帝要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 那个最重要的宝座 工作专业很重要 但是他不能够取代上帝的位置 财富很重要 但是他不能够让我们的心目遮掩上帝的荣光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 表示今天事实上 许多人他有许多的事情要做 他有许多的路要走 但是感谢主你走到这里来 这一条路你走进来 今天至少这个时刻 你有把上帝放在今天这个时辰里面的最重要的位置 这样你跟随他 会吸引走进来 这是要感谢的地方 但是有多少人这个时候在睡觉 这个时候 他的一生都很忙 然后这个时间他又很忙 他生命的脚步被其他取代了 各位在这里耶稣说 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不管你在追求什么 要先求他的什么 他的国跟他的义 所以什么是上帝的国 什么是上帝的义 上帝的国是给人的 不是这个世界给的 一个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人 一个进到上帝国度里面的人 他的心里是忧伤的还是喜乐 他是带着忧伤进来 但是带着喜乐出去 他是带着枉然进来 但是带着很清楚生命的答案回去 所以这个叫做上帝的国上帝的义 在社会上发生有许多不真实的东西 伪善的东西 在世界上有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基督徒当你看见的时候 你是拍拍屁股走人 至少能牵血 还是会你会停下 都上帝 我告诉你 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请问基督徒是一个会停下来 做一些什么该做的事的人 还是闷着眼睛当做看不见的人 就走开了 哪一种人是基督徒 一定会停下来不伤心的 因为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 上帝的义是在人间 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美好的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的公平 来彼此对待 我很喜欢汉语这一句话 同手怎么样 同手无欺憾 有个大人的 每个人都站在这个金公平的天平上 我想这个社会是我们在追求的 所以基督徒你一定要进入这个运动 你要进入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 然后努力让他落实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我们把四篇二十四篇三节四节 我们来读一遍 我们来读下面这个合作本的 你这样看得懂吗 我很后悔我今天用的这个颜色 你这样子看得懂吗 可以吗 好了我们读合本下面跟哪一个 来 谁能跟哪一个老法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座 就是手结心心 不像虚枉 其是不怀不诈的人 谁可以跟哪一个老法的山 上主的山 谁可以进入他的圣殿 就是手结心心 下面说不像虚枉 上面说不怀偶像 什么是虚枉 什么是偶像 当你的心远离上帝的时候 在追求上帝以外的 任何事情 那个到最后都是一场空 那是虚枉的 当你用任何其他的东西来 取代上帝的时候 原本上帝是你心灵跟生命敬畏的对象 但是你把那个敬畏上帝 那个上帝你被其他你自己的价值观 你要追寻的东西给取代了 那个虚幻的对象就是偶像 请问我的女朋友可以变成我的上帝吗 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 请问一下我的丈夫可能变成我的上帝吗 想想看啊 请问我的爸爸妈妈的命令 可能变成我的上帝的话吗 请问我的老板的话可能变成我的上帝的话 请问可能为了孩子我的孩子的成绩考试 我就每个周末不得不放弃到教会团去 然后专门专心陪我的孩子 因为要做功课要考好事 请问你的孩子的分数可能变成你的上帝吗 可不可能 每天都在发生在我的身上 告诉你 任何其他的上帝的那个位置 那个就是你的偶像 多少的因为丈夫的一句话就离开了教会 不敢来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事 多少个为了要追寻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就 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啊 然后为什么 周末你都不陪我要去你们的教会 为什么你 然后假如你这样子 那我们就 我们就聚聚了 聚聚了 为了这样 他就在年轻的时候就放弃了教会 年轻的时候就跟着他走 请问 娶到老婆之后 你还能够带他来教会吗 你还能够带你的儿女来教会吗 我告诉你 多少人 他每天每天每天都被其他的事情给了 取代 他的上帝变成了他的父母亲的话 他的上帝变成了他儿女的分数 这是非常容易的 那个就是虚幻的虚幻 虚幻的虚幻 虚幻的虚幻 所以无论 耶稣说你一个蛮苦的人 请我们事实各个都要在这里做定位 先求他的国跟什么 他的意 他的国跟他的意 不断的不断的放在我们的心里 有人问耶稣 上帝的国什么时候来到 上帝的国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 好 来 路加十七章二十二十一节 一备 来 法律上人问 上帝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本来说 上帝的国 不是在哪里 人的也不能说 看哪在这里 看哪在哪里 因为上帝的国就在 是心里 来再一次 上帝的国在哪里 是心里 假如上帝的国在我的心里 人要从哪里去寻找上帝的国 我告诉你 十年十个年左右 世界上就有一群人在跑出来 耶稣基督要在哪里降临了 世界不是到了 我们要赶快在哪里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有没有人跑到那个 什么什么事啊 贝理师 把台湾的财产通通卖 然后集体跑到贝理师 他们说 末世到了 上帝的国在领的时候 在贝理师 这一群人 台湾有没有好几万个人 跑到哪里去 有 有 结果这一些人不知道怎么办 有没有人常常又听到海国的教会 哇 上帝的国人来了 要在 世界末日要到来 要在那里 在非洲也有 大概十年左右就会有离波 然后就一群人 我告诉你 假如任何人告诉你说 你要来到哪里 上帝的国就只有在这里 只有在这里能够找得到 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够找得到 你要不要检验他的话 要不要 请问上帝的国来的时候在哪里 在你的心里 在你的心里 所以不要再把我们信外面 什么教什么大师的话 你真的要找上帝的国 第一 你要在你的心里去找 因为假如上帝内住在你的心里 假如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你就邀请上帝进入你的心 坐在你心里的所谓 上帝的国来临的时候 第一在哪里发生 在哪里 你的心 注意啊 请问上帝 检验一下 现在上帝有没有跟你在一起 有 真的吗 请问你 现在在你的心里有真正的平安吗 有 有真正的喜乐吗 有 当上帝的国 假如真的与你同在的时候 你现在的生活 发生了一些混沌 你的实际生活面 还有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假如上帝真的在你里头 你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 你是忧愁的还是喜乐的 假如上帝真的在你的心里头 不管你外在的环境是什么 你还是打从心里活出喜乐 活出平安 那不是撞不出来的 不是撞不出来的 因为上帝在你心里 因为上帝与你同在 请问这样的信息 你能够明白我的了解吗 一个真的基督徒 一个真的满腹的人 有上帝与他同 我告诉你 最好的祝福 就是上帝与你同在 最好的祝福就是上帝与你同在 假如上帝真的与你同在 在你的心里的话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还会很茫然吗 会不会 你不是向外面去寻求 我的人生该怎么走 你是借着祷告 借着读经 是借着以神的安静 刚刚说安静的独处 你能够明白 然后在上帝的家里面 有许多的专业人员 你们去听听祂给你的意见 因为上帝已经说了 在耶稣里 祂要给每一个人一些天使 我告诉你 谁是你现在的天使 请谁 在教会里面有一些 你一定要找到 几个你敬仰的人 他们无论在信仰的态度上 他们无论在工作的成就上 被社会认定的公认 他们都是非常优质的人 很谨慎的人 为人所爱戴的人 使人因他门斧的人 我告诉你 你真的要去听听他们的话 因为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人 你要看一个人 他有没有敬畏上帝 他有没有尊主为大 有了 然后他又能够活出一个面向 一个真的有见证性的面向 你要这样到他的面前去听听他的话 因为一个虚心的人有佛 你会去请教聆听 因为他是上帝要给你的现代的佛事 我这样子说你们会说阿们吗 阿们 所以这个上帝国是非常落实的 请你放下 不要以为你的上帝国 会在一套教材里面找得到 是的 那个有帮助喔 我说那个有帮助 但是上帝国不在哪里 上帝国在你的心里 不要放弃了你自己心里的安定 不要放弃你自己心里的自尊 不要放弃你自己生命的尊严跟价值感 一直往外 上帝你的生命被造了 上帝的价值 他就把他的密码跟价值 放在你的生命里头 先面对自己 所以来到上帝面前 先面对的就是 我是谁 我是谁 OK 所以要求上帝阿 我希望这个国度能够落实 上帝阿 愿你的国降临 那个国度第一 降临在哪里 在哪里 我的心里 第二 上帝国降临 是从你自己的心里开始 构筑 构筑 架构于一个你生命当中非常圆满 非常美妙的愿景 上帝国在这里 但是每一个人从你的角度来 反映上帝的国上帝的爱 从你的角度来 每一个人反映出来的你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你的上帝国跟王庆才的上帝国 有没有完全一样 不一样的 所以假如有人要叫你一套什么东西 培养出来都一模一样 我告诉你那不是 所以上帝国的 当他落实的时候 他是非常murgical 那是非常多像多面亮的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模式 照着你的形象 上帝给你的形象 照着你对生命的一个追寻 每一个人你可以活出你自己的样貌 用你的方式来敬畏上帝 用你的方式来荣耀上帝 用你的方式来实现你自己生命的价值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新娘就在帮助你肯定你自己的生命价值 然后面误会的所谓的信心就是我相信 I believe I do believe 然后从这里跟随上帝的脚步 一步一步所谓我们在唱歌说 一步一步他会从这里带你走到你的中间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 当你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画像的时候 你真的要好好的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把你定罪 我告诉你 当你对世界定罪的时候 并不表示你是错误的 耶稣有没有对这个世界定罪 有 当你被这个世界赞美的时候 也并不代表你被赞美的地方 就是上帝所要的 当大家要拱耶稣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撒当规矩 耶稣不活在掌生的虚幻当中 他很清楚他自己本身跟上帝的关系 他从上帝那里来 他了解上帝的心意 他了解上帝的旨意 他知道上帝是谁 他也知道他是谁 然后他很清楚知道 他在上帝面前要活出的人生的指标 当掌生来的时候 搞不好那是魔鬼 当责备物节来的时候 搞不好 那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他反而是激励灵 然后跟淬炼灵 让世界更明白 你真的是从上帝那里来 所以到底你是谁 不在于别人怎么说 然后再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去见上帝 上帝怎么说 所以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你都要你自己的梦想 我这样子说 你们会说阿们吗 我也要提醒大家 不要把你的梦想 强压在你儿女的身上 父母亲可以说 你是不是我生的 你是我养的 你的人生的等于就是这一条 我已经为你指明了 我已经为你打造了 父母亲你有这个权利吗 不 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的父母亲的责任就是 陪伴他 支持他 爱他 保护他 然后跟他说 孩子啊 你也是我的儿女 但是你也是谁的儿女 你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你啊 一生你要紧紧跟随 你要好好认识这一位上帝 这一位上帝要变成别的 爸爸妈妈的上帝要变成你的上帝 主耶稣的上帝要变成你的上帝 你自己的上帝 然后你好好跟你的上帝对话 你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请你追寻追问你的上帝 你要什么 我们只能够在旁边支持你 替你祷告 有了什么问题 遇到什么难题 你没有办法解决的 你告诉我们 以我们分享 爸爸妈妈可以给你一个手 可以给你一些支援 我们的角色只是陪伴 保护 给爱 给一个天堂 这是父母亲的 所以每一个人 你应该假如真的上帝国在你心里面 你每一个人你要去dream a dream of God 你要去奔向上帝的国 然后活出他的价值 那里一定是一个充满爱 充满公平正义的一个原地 最后 上帝国 你有责任 真的是尽你一身手 去实现它 直到这个梦想成真 直到这个梦想成真 向着雕潘直跑 那在这里保陆给我们一句话是 十字架在前头 然后世界在哪里 在背后 每一个人从你的角度 我们都在过这样的人生 十字架在前头 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标端 然后借着这一条路 借着这个门 我们要走进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未来的国度 刚刚说的耶稣说 上帝国在你们心中 在你们心中 希腊文 那个心中 同时又有另外一个意思是 上帝国在你们中间 上帝国在你们中间的意思是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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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一个人 真正的幸福的原地 不只是 自己 活在自己的 活在自己里面 真正的幸福 除了在自己里面找到 在你的梦想找到 第三个意境 真正的 天国上帝国 在神与人彼此相爱当中 所以每一次当你跟你身边的人真心相爱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上帝国 有 当夫妻相爱的时候 那你就是上帝国 当儿女相爱的时候 那你就是上帝国 注意 当兄弟姐妹相爱的时候 上帝国有没有在那里 因为上帝国在你们中间 所以希望我们来追求这样的一个 一个福音 我们来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梦 我们来架构让永福教会 让巴勒这一个群体 上帝国在我们当中 假如上帝国在我们当中 每一个到了星期六 到了星期天 你会不会 你的心会不会 一直被牵迷 一直想要到这里来 会不会 就一直会想到这里来 因为在这里有真正属灵的原地 在这里有一群人 我走进那里去 就有一群人在那里等待我 照顾我 然后在那里也有一些人 我要去安慰 我要对他有负担 然后彼此陪伴 那不管你的人生是在什么样几岁 在那个阶段都有一些 那个阶段的难题 我们在这里有一群人 我们愿意与你同行 我们愿意与你祷告 我们愿意不离不弃 我们在这里只有建造没有破坏 我们能够一起来建造这样的一个愿景 假如可以的话我告诉你 上帝的国在几个意境里面 第一在哪里 你的心 第二在哪里 你的梦想 第三在哪里 人与人与子相爱的人 地方我们一起报告 愿神的怜在我们当中 愿基督师家的爱在我们的前头 愿上帝奔远的时候 亲以我们一步一步走向你的宴许 奉耶稣基督的礼 一直在哪里 到哪里 走向你 turf 生命区 151 律师哥 幸福福是我们珍惜你身边所拥有的 看看你身边的家人甚至是你的朋友 一起来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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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